最近台湾恐怖片咒让很多人看完就怕到不行 了是因为有催眠般的诅咒感 更是因为这部电是以真人真事作为故事原型改编 更让台湾民感到贴近生活中 而提到恐怖片当然不能漏掉 国恐怖片音乐的剧情非常贴近现在的网路型 描述的是一群年轻的YouTuber为了追求频道的点阅数 定下一点猛药集体前往泰国东部罗永府地区 各以闹鬼而闻名的童子军营地探险 这部片深恐怖片爱好者的妞编辑说实话没有看过 不过YouTuber为拍摄题材确实会让现代人更有代入感 幽魂愿是以泰国恐怖片很擅长的分段故事组成 里包含了泰国史上著名的血腥屠杀事件 一个人诚会感到不孤单的恐怖电梯 有神坛的厕所等一共四段跟学校有关的传闻 妞编辑觉得这部电影气氛蛮到位 看的时候真的觉得怕怕 不过鬼的部分 不会非常恐怖 还可以接受台湾人对于风水时辰 应该都很熟悉 但你们知道泰国搬家也有类似的习俗吗 鬼地方这部片讲述关于泰国搬家习俗的故事 泰国习俗施法中国文化 一样需要选择即日即时 并且注意饭冲回避等细节 而且在鬼乐基本也是完全不建议搬家的 在2004年上映的鬼院 描述的是一个五男一女的年轻乐团 在入住饭店后卷入的一系列恐怖事件 而恐怖的源头来自于饭店的空调之中 存在于空调系统中的长发女 诡异围绕着她们六个人 百般无助之下只好求助高僧 这部电影妞编辑没有找到预告 不过网络的评价一般不错 以上这四部电影是小红书上一位泰国女生粉的片单 当然恐怖恐怖也是因人而已 喜欢恐怖的妞妞们可以参考看看哦